用机炮打爆一辆坦克需要多少时间 火力军告诉你 只需要两秒钟 一辆苏质坦克就会变成废铁 这可不是火力军夸大其词 今天火力军就跟大家聊一下 这款在美军中广泛使用的30毫米机炮 全称M230E1 30毫米单管航空机炮 这款机炮最初是由原修斯直升机公司 自筹资金自主研发的项目 旨在研发采用简单闭合链路驱动的 口径20毫米的单管航空机炮 能够发射美国陆军标准的 20毫米口径M50系列弹药 1972年的时候 美国陆军启动了先进攻击直升机计划 希望获得一种在火力性能以及航程方面 都比AH1眼镜蛇更好的攻击直升机 并发出30毫米短药桶 轻量化口径航空机炮的招标 多家军火商提交了建议书 后来美国选择了贝尔与休斯直升机 作为入围者 开始先进攻击直升机项目的第一阶段竞赛 每家公司都制造了原型直升机 并进行了飞行测试计划 休斯的YAH-64A原型直升机 于1975年9月30日首飞 而贝尔的YAH-63A原型直升机于1975年10月1日首飞 在评估测试结果后 陆军于最终选择了休斯的YAH-64A 休斯公司除了获得先进攻击直升机项目合同 还获得了30毫米短药桶轻量化口径航空机炮 由于美军现役标准的30毫米口径M522-639系列弹药 与20毫米口径M50系列弹药 在大小长度以及冲量等方面特性相似 休斯很快转入30毫米口径炼式机炮的研制 XM230A原型于1973年完成首次发射试验 同年5月完成连射试验 后来休斯公司针对可行性试验初期出现的个别机械故障 进行了改进 发展出XM230B型 于1974年1月完成首次试射试验 在此期间共发射5万发弹药 射速高达每分钟700发 但由于先进攻击直升机要求采用无链弓弹系统 于是再度对XM230B进行改进 后来又经过几次改进 最终发展为XM230D型 1975年初美国陆军与休斯公司通用电器公司签订合同 分别提供两门XM230D以及XM188加特林机跑 供先进攻击直升机YAH-64做竞争性鉴定试验 这架YAH-64直升机 正是后来的AH-64阿帕奇直升机 此次试验持续进行了三个月 XM230D发射了5.3万枚弹药 可靠性为12682 美国陆军最终选用了XM230D并重新设计了XM230D的弹堂 以便能够兼容几乎所有北约标准的30毫米弹药 包括英国阿登和法国得发30毫米航炮弹 1984年历经多次修改的XM230机跑 随同AH-64A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正式进入美国陆军服役 编号M230A1 M230射速可以进行调整 正常射速每分钟625发 最大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1000发 采用外部动力 通过一个简单可靠的链条带动机心工作 然后完成射击循环 机心前后运动实现上膛退弹过程 机心在前后端静止时 完成闭锁发射抛壳和进弹过程 链条传动原理简化了机炮的工作循环 原型机炮全部零件不超过150个 生产型机炮全部零件只有97个 M230全长1.63米 全重55.8公斤 一次性能够装1200发子弹 俄罗斯的同类型直升机 备弹只有300发左右 例如KA-52短稳厄攻击直升机的机炮备弹量 只有280发M230机炮最远射程可达一公里 挂载方式是吊装在阿帕奇直升机的机腹下 使用一台两马力的电动机操作 火炮可以灵活地调整攻击角度 对地面目标实施无死角杀伤 其特别之处在于能够调整一次发射的子弹数量 飞行员通过一个小按钮选择发射不同数量的子弹 10发 20发 100发 或者直接发射所有子弹 为了防止坠机时 机手机炮插进机身伤害成员 此炮的设计乃在受到强烈挤压时 会折进两成员座舱中间 在沙漠行动中 美国陆军装备的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开始装备综合头盔显示与瞄准系统 让飞行员可以看到舱外圆大小的景物图像 还可叠加空速 飞行高度 方位等数据 利用该系统能够实现与M230机关炮的联动 可以跟踪M230机炮弹药的弹药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看哪打哪 由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当时不能携带和发射夜光弹 所以在执行夜间攻击任务时 飞行员只能粗略判断射击精度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射手使用这套跟踪系统时 机炮没有处于正确状态的话 射手需要重新调整机炮状态和瞄矩 否则就有可能丢失目标 机炮由炮手通过瞄准系统控制 瞄准系统将目标信号传递至机载计算机 而由计算机控制液压传动装置 完成对火炮的旋转和打击指令 在机载TADS、PNVS系统和头盔显示瞄准系统结合后 M230机炮的射击精度非常高 但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 这套武器系统还是被看作对面攻击武器 主要用作地面火力压制或攻击地面有声集群目标 M230主要弹种为M789高爆穿甲双用途杀伤弹 弹头装有21.5克重的要助与弹心 可击穿轻装甲车或主战坦克较为薄弱的两侧与顶部 炮弹的外壳在击中目标的时候还能破碎为碎片 对目标人员的杀伤破碎半径是4米 在测试中 M789型炮弹可以在2500米距离上 轻松击穿50毫米均质装甲 对地面装备的毁伤能力非常强 M230机炮与美军现役的GAU8复仇者机炮 虽然同属于30毫米口径航跑 但其使用的弹药个头却差距很大 GAU8机炮使用的30毫米弹药整体很粗壮 已经相当接近普通成年人的手臂前臂一样粗 差不多有9平那么大 普通人拿在手中会显得手掌非常的小 其弹头的重量可以达到430克 炮弹总重量达948克 接近1公斤 其弹丸内部包裹着一块平佑穿甲心 不仅具有极强的穿甲能力 同时附带很强的燃烧效应 在较远的距离上 依旧可以保持很大的动能 但M230机炮使用的30毫米弹药就迷你很多 弹壳镜从GAU8机炮使用的30毫米炮弹的173毫米 缩短到113毫米 整体个头不大 一只手就能够拿起来 毕竟直升机与攻击机的体型差距太大 要保证1200发的备弹量 其弹药的管背镜弹壳镜等均有缩短 这导致M230机炮弹药的弹道性能并不尽如人意 射击散布较大是最为明显的问题 弹壳镜的缩短导致其装药量不足 而又间接性导致了其弹道相对弯曲 当然这个性能也是相对的 与一般的20毫米口径机炮弹药相比也是个大家伙 其弹药威力也相当可观 在前些年 美国陆军还授予阿联特科技系统作战有限公司一份新合同 合同内容则是采购M230 30毫米口径的自动机炮和追齿轮 由美国陆军合同司令部签署 并由美国国防部批准 总金额达到800万美元 预计所有的合同内容完工时间为2024年11月19日 从机炮订单追加来看 美国陆军目前还是非常依赖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 无论是未来攻击侦察直升机计划 还是未来远程突击直升机计划 其实都与阿帕奇没太大关系 前者主要是面向轻型侦察直升机 后者则是面向黑鹰直升机 并没有动摇阿帕奇重型火力打击 或重型武装侦察任务中的地位 由此可见 阿帕奇至少还能在美国陆军中 服役10年时间 稳坐陆军主力武装直升机宝座 随着未来攻击侦察直升机项目的推进 美国陆军同时启动了机炮招标 以便能为未来攻击侦察直升机 选择一款性能优良的机炮 在2021年3月份的一场发布会中 诺斯罗普公司展示了正在研制中的 新型20毫米口径链式机炮 据说是M230机炮的衍生版本 名为空中毒蛇 诺斯罗普这一举动 明显是对比此前开始评估的 另一款20毫米链式机炮 由通用动力公司推出的 XM915加特林机炮 美国陆军在2021年10月份利用 UH60验证机对XM915机炮进行了首次空中测试 包括飞行中的实弹射击 美军利用这个演习测试和评估各种新型武器和其他系统 以及与之配套的作战理念 自2020年以来 通用动力公司一直在为美国陆军研制这款机炮 但透露出的信息非常有限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XM915全重52.1公斤 采用电动加特林设计 发射20毫米电发火弹药 目前这款机炮就已经完成了相关射击测试 并计划在阿伯丁试验场继续进行试验 而诺斯罗普公司所展示的空中毒蛇项目 也能使得美国陆军拥有选择的余地 在随后的项目中 陆军会基于尺寸重量火力精度 以及飞机整体协同程度等多方面进行考虑 从两家公司的计划中择优选择 最终决定拿款武器更适合 未来攻击侦察直升机项目 目前美国陆军所进行的FARA计划 以及代号为FLRAA的 未来长城攻击直升机计划 将于2030年左右完成大体的项目实施 这款直升机可以作为空中小型无人机的发射平台 而20毫米机炮将成为首选 由于炼式机炮久经战场考验 拥有比较稳定的操控性和较高的射击精度 所以诺斯罗普对于自家产品非常有信心 同时也表示 这款空中毒蛇机炮 是基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装备的M230机炮改进而来 另外诺斯罗普还在空中毒蛇项目上应用了新科技 能够减轻武器系统的整体重量 同时还能减少射击时产生的后座力 提高射击精度 相较于阿帕奇武装的M230机炮 空中毒蛇虽然降低了载弹量 但新型弹药以及装填技术的引入 将大幅提升射击时的落弹数及射速 对于射击范围内的机群步兵 无人驾驶载具 悬翼或固定翼飞机 以及其他纵身目标的毁伤效果 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根据发布会上的消息 目前该机炮已经完成了 陆军作战能力发展司令部要求的 初期射击计划 同时验证模型和在无装药状态下的 功能性测试业已完成 随后研究人员将会进行 子系统的研发适配 并确保其计划内效能的实现 随后研究人员